射影、音樂、文字或是表演 是經過濃縮或是提煉 或是經過時間的發酵以後 留下來最具有永恆價值的東西 其實我一直都覺得自由是很難的 雖然所有人都追求永恆的自由 但是沒有一個限度的自由 往往會讓人臨時 那其實我們在創作譬如說攝影好了 然後你透過鏡頭有一個格子在 然後它有一個限制 這樣反而會讓你很專注的看到 你所能看到的東西 然後你會更深入的自己經驗